很多人都有过便秘的经历,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便秘,我们往往认为便秘是个小毛病,对身体没什么危害,所以很多人不去管它,其实便秘对身体有很多意向不到的伤害,轻松导致口抽脱疮,重则诱发肠癌,乳腺癌等,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便秘患者来说, 排便是腰力过猛,可能导致血管破裂,造成脑出血等问题,所以便秘我们一定要重视,不能放置认知 一,食疗配方,黑芝麻手务服,早晨工夫一晚,黑芝麻炒熟磨成粉500克,和手务粉500克,玉米粉500克,薄粉500克,黄豆粉200克,糯米粉200克,和桃仁粉100克, 增皮,混合拌匀,装入蜜蜂大口瓶内带勇,临时时,一人只需一碗条根桑和粉棒碗内,用冷水浸润调成香,再添加少许蜂蜜,将一碗水烧开后,把红香倒入锅中用筷子搅拌煮熟吃,红薯或胡萝卜煮顶货门,陈炼后制造成第二餐,一人配方,先红薯或胡萝卜200克干品次, 一,桂圆,大草,各五个,先放一碗多水仁锅烧开,然后将红薯或胡萝卜放锅里煮烂后,再放去麦饼或麻蛋哥,打一只鸡蛋,早点都有煮熟吃, 二,按摩,最内衣,自我双脚重叠,一度肥肥中心,正反绒膜旋转个一百下,双手脚并立从胸口往下推抹至阴部,两拇指逐立肚腹中心线,终止点按会应学肛门与阴房之间,哭泣,再反挥气气提高,反复进行五十下,能促进内肠蠕动, 不经干渗战性,无药物残留,不细不痛,也不像机械罐常承受损伤和痛苦,尤其适合交流的女性,身体虚弱的老人,的确还很智能的孩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近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